今天呢我们计价游要从云南昆明到贵州去 然后呢从这个航路G56高速公路啊 经过这年的时候发现啊 这里有一个观景台 而这个观景台的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座大桥 那边上面写的是普利大桥 它的两边的桥都是刷成黄色的 非常壮观 没有想到啊 在这个大桥的旁边 那既然有一座观景台 我去过很多的大桥 经过很多的大桥 都没有遇到像这样有这样的观景台 看看这里写的是普利大桥的观景台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一个牌子 普利特大桥长度是1040米 太厉害了 大家来看看这一座普利大桥 两边呢 普利特大桥后面呢 还有一个隧道 也就是说过了这一个大桥 马上就要进入隧道了 这里呢是云南 纤维市 G56高速公路 要经过去贵州的一条高速公路 这座桥真的是太壮观了 我刚才要在网上撒冷一下资料 说啊 这一座普利大桥它的高度是 有说是500多米 有说是400多米 但是呢 到底有多少米呢 应该比较准确的可能就是485米的高度吧 今天的天气有点冷 所以说我就戴着手套 翻看一下这一座大桥 一辆大货车正在经过普利特大桥 从这一个桥过去呢 再穿过那一道隧道 再从隧道过去啊 就到了世界的第一高桥 你这座大桥只有十多公里 那一座大桥呢 是北盘江第一桥 它的高度是565米 是世界上的第一高桥 太了不起了 而没有想到啊 你那个世界第一高桥的 不远处的这里 有这一座大桥叫普利特大桥 它的高度啊 是485米 应该排行在第三或者第四名 世界高桥中 因为网上呢 我查了一下 有说是第三名 也有说是第四名的 那具体是第几名呢 还真的不知道 很漂亮很壮观看看 再看一下桥对面的这些的 周边的风光也是非常美的 对面呢都是大山 底下呢就是一条大峡谷 因为 云南贵州啊 是属于一个高原地带 又是卡西特地貌的省份啊 所以说他们拥有了 非常多的高山峡谷 为了方便出行啊 只能建这个大桥来通行啊 方便出行啊 呃 听说这座大桥 它的总投资啊应该达到了5.19亿元 嗯太多了 呵呵 小声点看看 底下呢还有一个洗手间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观光的时候 想上一下洗手间也是可以的 呵呵 好往这边走 这个观景台修得也是有点漂亮的 你看还种了很多的这样的树 花花草草的很好 甜美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我们不得不配合我国的造桥技术 因为啊 全世界的十大高桥之中啊 至少有七八座在我们中国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刚刚啊 参观了这座普利特大桥 现在那我要赶回贵阳 所以说 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好拜拜 拜拜